大家好,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暴躁士兵退役后转行成为隐形杀手 在家人遭遇生命危险的时候 支撑对抗整个黑帮和腐败警长 今天给大家带来禁剧离 科尔特是一名军人 他战功赫赫 却因脾气暴躁得罪了领导 被关进监狱 但是他还是不肯屈服 趁机逃出了监狱 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妹妹雅温在丈夫死后再嫁 他现任丈夫沙皮在美国边境靠走私毒品为生 再一次叫一种使诈 给了对方空包裹 于是黑帮团伙绑架了他的妓女海莉 雅温知道先任丈夫不会管女儿的死活 他能依靠的只有哥哥科尔特 科尔特单枪匹马闯进黑帮的所在地 多年的部队生涯 他拥有一身真功夫 普通的黑帮成员根本无法健身 他靠一己之力学习了黑帮 不仅杀了黑老大的手下还有侄子 救出了外甥女儿海莉 并带走了团伙最重要的交易证据 硬盘 黑老大得知硬盘丢失 动感大事不妙 他对范童手下从不心词手软 直接结束了手下的小命 当科尔特顺利把海莉交给妹妹的时候 母女两个相拥而弃 在妹妹的心里 丈夫是靠不住的 他最信任的男人只有哥哥科尔特 科尔特知道那帮人还会来找麻烦 劝妹妹早点搬离这里 黑老大在边境的势力极其庞大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戏耍他 更没有人敢来他的地盘大开杀戒 黑老大和警局的探长勾结已久 他安排探长抓捕沙皮和科尔特 自己随后就到 让他们尝尝社会的险恶 就在这时 沙皮回到家 他已经知道科尔特闯入黑帮杀人的事 认为科尔特给他惹下了大麻烦 雅文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自私到 全然不过海莉的生命安全时 决心带着女儿和哥哥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 探长来到这里 沙皮和探长之前也有过合作 他每次走私都会给探长一大笔好处 而今天探长却装成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 直接让人把他塞进了警车 随后探长逼问雅文科尔特的藏身之处 雅文成已经多年未见哥哥 自己更不知道他在哪 而沙皮为了自保 喊出科尔特就藏在仓库里 雅文看他的这副嘴脸 只能恨自己当初为什么瞎了眼 探长的手下是一个刚整波的小警员 平时被探长压迫排挤 没有一点话语钱 当他听海莉说自己被绑架后 偷偷的答应海莉 会查清楚给他一个公道 可能是久闻科尔特的威名 探长不敢自己进去抓人 命令两名警员去当炮灰 两人小心翼翼的进屋后 就被科尔特打倒在地 因为科尔特是军人出身 没有对他们想杀手 科尔特趁机跑出来 驾驶一辆皮卡车急驰而去 颠簸的山路上 警车死命的追科尔特的车 扬起阵阵黄沙 警察开枪打中科尔特的轮胎 导致他的车失去平衡 不得也停了下来 警察因刹车不及时撞上了他的车 就在两车相撞的一瞬间 科尔特早已沥落的下车 警察发现车内无人的时候 他已经跑到远处的山坡 另一边 沙皮还在苦苦挨救探长 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放他离开这里 如果在平时只要钱到位 警长会对他网开一面 而这次不同 黑老大是下了死命令的 钱不钱的已经无所谓了 主要是警长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正在这个时候 黑老大带手下门驱车赶到 沙皮看来人之后 就知道小命休矣 黑老大听闻科尔特还在逃跑中 对警察的办事能力 他一直有所怀疑 只能又加派自己的手下去支援 沙皮可是把不要脸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不仅向黑老大摇尾起连 还把所有的责任 推卸到妻子雅文身上 这明显就是让雅文去死 当黑老大知道沙皮不清楚硬盘在哪的时候 没有一丝犹豫 子弹穿过了沙皮的脑袋 两名警察还在荒山里寻找科尔特 当受警察小心翼翼的向前摸索的时候 科尔特突然出现夺了他的枪 而胖警察持枪却出现在他的身后 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僵持在这里 黑老大两名手下也找到了他们 黑老大的手下对着他们开了枪 直接打死了受警察 胖警察一看形势不对 立刻倒戈和科尔特统一战线 但还是没有躲过对方的子弹 在枪战中 科尔特用精准的枪法杀死了其中一人 就在准备对另一人开枪的时候 他的子弹已经用完了 两人开始了激烈的肉搏 黑老大的手下混迹黑社会多年 常年累月的地盘争斗 还是积累一些真功夫的 两人不分上下 一时间打得难舍难分 不久 科尔特还是站了上风 他死死的压住对方的脖子 一次一次的用力 黑老大两个手下全部死在了这里 科尔特带上死者的枪 继续他的逃亡之路 而黑老大的对讲机里 再也收不到手下的任何回应 无奈只能又派两个人去探查究竟 黑老大对科尔特的事情一无所知 自从创立自己的帮派后 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棘手的事 科尔特真是让他很头疼 而多年前 科尔特意外救了探长一命 探长对他有简单的了解 科尔特越狱之后成为了一名杀手 善于武装抢劫和绑架 他巧妙的隐藏更是让人无法追踪 新派去的手下很快就找到了科尔特 他们想开车撞死科尔特 但是他们还是太过轻敌 一名手下很快就凑了人头 另一个开车把科尔特追到了山路尽头 科尔特绝处风生 脚踩土坡借助高度 一个漂亮的鲈鱼翻身 一枚子弹打在了对方的手掌 科尔特没有第一时间要了他的命 当他知道妹妹和亚丽还活着的时候 松了一口气 不过让他疑惑的是 为啥黑老大要死命的拿回硬盘呢 原来硬盘里不止有黑老大的交易过程 还有银行账号和藏匿现金的地点 怪不得黑老大丢失硬盘之后如作真真 这个硬盘可以决定他的生死和富贵 当山的那端传来枪声后 对讲机里再一次失去了手下的回应 探长猜测到自己的两名手下肯定也遭遇不测 他不想再继续和黑老大纠缠不清 只是上传容易下传难 他的软肋就是儿子 黑老大也深知这一点 探长只能任其摆布 科尔特不能不管自己的妹妹 他偷偷的摸回家 悄无声息的杀死一名巡逻 等黑老大发觉科尔特已经返回的时候 把雅文母女带到阳台上威胁科尔特现身 无奈他只能扔掉武器来到黑老大面前 他假意交出硬盘 降低黑老大的防备 却转身对着看压雅文的人开了枪 随后带着雅文母女躲进屋 双方再次展开了火拼 但是他们都有足够的掩护 只听枪响不见伤亡 雅文也不再是一个弱女子 和哥哥一起对抗敌人的进攻 黑老大仗着人多 在众人的掩护下 两名手下趁机从后门进入房子 还没等他们有所行动 就被科尔特发现 在两人争夺中 子弹打中了雅文的胳膊 两人对打中 完全可以看出科尔特的功夫深不可测 几个回合下来 黑老大的手下就倒地不起 海力抓紧时间 给妈妈做了简单的爆炸 黑老大又一次失去了手下的联系 他知道进去的人已经凶多吉少 科尔特不但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还缴获了敌人的武器 黑老大意识到 两两进入只能白送人头 他命令全人出击 黑老大带着手下 从房子的各个方向进入屋内 房子里瞬间危机四伏 科尔特分身法术 被迫至楼上 为了妹妹母女的安全 他让两人爬上屋顶 趁机逃跑 而科尔特留下来 独自对应黑老大一伙人 雅文母女成功跑出房子 来到一间库房 准备骑上家里的摩托车逃走 但是摩托车已经搁置太久 没办法启动 正当他们还在努力 转动钥匙的时候 黑老大持枪出现在他们身后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就在雅文母女 再次沦为人质的时候 探长对着毫无防备的黑老大开了枪 这个一直被威胁 整日担心儿子的安全 无法脱身黑老大控制的窝囊探长 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只是他似乎没有想到就此结束 那个硬牌也是他想要的 科尔特将所有人摆平后 自己只受了轻伤 他出来后 看到雅文母女正被探长控制 科尔特对着探长开了枪 探长有防弹衣的保护 并没有受伤 但是他也失去了反击的能力 科尔特再一次给了他选择的机会 探长在枪和手铐之间思考良久 他不甘于平淡又无法掌控局面 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儿子 心里有过一丝犹豫 但钱才是让人沉沦的深渊 当他的手摸向枪的时候 一颗子弹穿过了他脑袋 人未踩死 鸟未实亡 探长最终为自己的贪得无厌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随后科尔特把硬盘交给了雅文 而自己再一次消失的无影无踪 第二到这里就结束了 《近距离》上于2015年 很完整的讲述了一个 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小镇的故事 快意恩仇 打斗场面也十分漂亮 男主也足够硬碳 整个电影全靠阿金斯的功夫在支撑 打斗部分还是很然很刺激的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